9月13日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北京、天津、重庆、深圳、南京、武汉、昆明等七大城市联动举办首映礼 据了解,该影片将于9月30日上映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 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小璐、徐征、宁浩、文木野七位导演共同拍摄影片 代表电影人献立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影片讲述70年经典历史瞬间下 普通百姓与祖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 《重庆战首映》里推出的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这个故事 相遇单元的导演是重庆观众最为熟悉的张一白 该单元的故事来源于影片总导演陈凯歌的童年记忆 讲述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付出所有的建设者们重新相遇又破骨的故事 重庆战首映里 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单元的主创人员张一白 张义任复兮彭于畅为代表的电影人 历史亲历者以及行业优秀代表一起讲述《我与祖国》的动人故事 重庆战选取了在科研 医疗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四对夫妻和一对情侣 作为代表 他们有的见证了祖国的发展 有的正在为祖国的发展而努力 我们是搞钢铁的 1958年研究部就决定 我们单位整体搬迁重庆 由爱斯坦搬到重庆来 成立重庆钢铁设计院 发展西南的钢铁工业 所以这是我 是58年9月 来到重庆 现在整整61年了 祖爱我们的祖国 繁兴长生 工业 科技 迅速发展 活动中 重庆市民与其他六大城市的市民 一起合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形成七成联动万人合唱的场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